汽体动力学 汽体动力学里面 我们看一个气缸 这个气缸呢 它是一个圆柱体 我们只是看它的投影图 这是气缸的气壁 是一个圆柱体 这是它的活塞 这里头我们装有N个理想气体 那么每一个气体都在里面 自由的运动 我们上次讲过理想气体的特性 它只有位置而没有空间 那么每一个理想气体都是一模一样的 它的质量都是一样的 但是它的速度可能会有不同 那么它只有在跟气壁碰撞 或者是两个分子自己碰撞的时候 它才会有力的存在 我们假定这个气壁呢 它的从这里到这个活塞的这个地方 长度是L 这个活塞的面积是A 总共有N个分子 那么我们现在就看 第二个分子 第二个分子 它在两次碰撞 就是说气壁 两次碰撞 比如说它碰撞到这里 然后在 就是说它 两次碰撞的这个时间 在平均时间 我们称为 称为它的这个 就是平均时间 两次碰撞活塞 两次碰撞活塞 OK 这一次 然后又来一次 OK 好 那么相邻两次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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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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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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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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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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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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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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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架 中文字架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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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